小姐妹在車上邊玩邊等媽媽 殊不知早對歹徒盯上 一確定他們的媽媽走進超商 隨即開門上車 妹妹走 我再帶你去散步 五歲姐姐意識到遇到壞人 先不敢說話 但害怕情緒藏不住 終於忍不住哭出來 中午好不好 那你現在哥哥要怎麼回去的 他們會帶你回家 見女童哭泣 歹徒也沒耐性 音量變大 還威脅再哭 就見不到媽媽 你乖乖的 乖乖的我就帶你去好不好 乖乖的 你再哭我就不要了 還好小姐姐背出了媽媽電話 歹徒溜不過他們哭鬧 打電話說 已經將小姐妹丟包在 五公里外的超商 嫌犯若往後 共稱是想偷車開去雲林探望阿嬤 他上車之後其實有八千小朋友 他還自己把車開走 他也能夠諒解 這一對分別五歲跟三歲的姐妹 平常活潑可愛 到哪都是萬人迷 這次遇到壞叔叔 格外令人心疼 因為他們年紀小 我們也希望說他們不要再 收到這樣的訊息 然後因為這樣的訊息 去影響到他們之後的成長 嫌犯說把女童丟包後 一度開到台南 卻因為油不夠又折返 警方掌握到她的下落 出動優勢警力圍捕 甚至開槍嚇阻 幾天前才偷車被逮 法院裁定無保請回 讓他又找到機會偷車 這次落網 警方說要求請法院積壓 記者賴維佐高雄報導